我再清楚不过你是什么样的人 小六在防风被耳边轻声说 防风被不解 他们都怕我 提起我却是鄙夷和不屑 因为我是九头海妖 可为何你却不怕 小六撑起身子看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小六和湘柳有太多相似之处 一个曾经为了红江舍爱舍命 小六为了枪炫又何止是舍爱舍命 两个傻人怀着同样跳动的心 却不得不背对背渐行渐远 前尘往事如梦如幻 若不是最后那大肚娃娃里滚出的水晶球 他恐怕永远不知香柳的爱意 竟然如此深沉悠长 想到这里 小六心中一痛 埋下头 眼泪无声滴落 似乎是在央求 又似乎是在下决心 他说好好活着 防风被的眼神一闪 清楚地听到泪珠坠落的声音 一颗又一颗像断了线的鱼珠 又急又腻 如芒在背 戳着它最柔软的地方 就在小六伤心不已的时候 耳畔轻飘飘传来一句 好 小六忙用袖子擦干眼泪 当真 防风被避开小六炙热的眼神 说 你可要多喝点补药 不想我死 就要永远当我的血包 小六呲牙 香柳真是有本事 上一刻他还在感激和高兴 下一刻他只想掐死他 小六翻身从背身上下来 指着他道 你就不能少受点伤吗 防风被歪起身子 笑看着他 不能 小六怒道 你可真有气死人的本事 干脆以后别拿刀杀人了 去气死那些人多好 防风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倒是点醒了我 小六呸了他一口 抵骂一句厚脸皮 推开门出去了 防风被的伤很重 加上之前旧伤未遇又添心伤 几乎支撑不住 小六方才 趴在他身上时偷摸给他把了脉 拟了一张药方去涂山家的药房抓药 好巧不巧 涂山景恰好也在药房中 似乎在等着谁 见小六来 景微笑道 又见面了 小六抱一拳 新郎官结婚前夕不是应该很繁忙吗 言下之意是说他怎么这么闲 涂山景也不恼 好脾气地问 来抓药吗 小六将药方往袖笼里藏了藏 道 可能出到青秋 有些水土不服 肠胃难受 涂山景似乎有些担心 可要紧 小六忙摆手 笑着道 不要紧 吃两副药就好了 涂山景欲言又止 小六挑眉等着他开口 心想这涂山景怎么跟有病似的 思索片刻 涂山景这才开口道 枪炫昨夜被人暗杀 六哥可有听到什么风声 暗杀 香柳这个挨牵刀的 涂山景道 枪炫受了伤 正在内堂医治 小六抬腿往里走去 带我去看看 屋子里设了护卫法阵 涂山景带着小六走进内堂 枪炫正躺在踏上 闭着眼睛 面色苍白发青 涂山景道 他一直在流血 根本止不住 小六道 因为他的伤口有毒 阻止伤口凝结 涂山景问 你有办法吧 小六点头 需要将伤口放入冰晶 再用汤谷水洗涤伤口 将毒洗掉方可痊愈 枪炫这时悠悠醒了过来 虚弱地道 六哥好医术 都未曾看过我的伤口 就能寻到治疗办法 涂山景说 冰晶我派仆人去取 枪炫勾起一抹浅笑 你的婚礼 我怕是无缘参加了 错过一场好戏 涂山景不语 换来静夜将事情安排好 小六抱一拳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珍重 目送小六离去 枪炫一双毛子变得冰冷 为什么这么巧 不是他 涂山景在一旁坐了下来 枪炫疑惑 你好像很信任这个文小六 还带他来见我 涂山景垂下眼眸 早晚有一日你会知道为什么 枪炫知道 涂山景是个闷葫芦 只要他不想说 怎么问他也不会开口 经过此事 枪炫对文小六的身份更加好奇 但任凭他查了又查 结果都是一样 小六躲在暗处 直到看见 枪炫上了云脸缓缓腾空而起 向着高星疾驰而去 小六望着那云脸越升越高 渐行渐远 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融入蓝天白云之中 他松了口气 离开这是非之地也好 枪炫早晚都会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有没有他帮结果都是一样的 小六熬了要端给防风被 他还在运功疗伤 斜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小六蹲在地上恶狠狠地瞪着他 前世今生这一件枪炫还是没躲过 虽然这一事他决定要护着香柳 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香柳去杀枪炫 想到这里 小六忍不住拍了拍防风被的脸 防风被睁开眼睛 一脸探揪地看着笑得诡异的小六 小六道 我救了枪炫 防风被的眼神冷冽 似乎要吃人一般 小六继续问道 你昨晚是不是用灵力压制住蛊虫了 因为他一丝感觉都没有 包括防风被受伤 为了惩罚你 小六唇角微微上扬 我要挠你的痒痒 说着小六扑了上去 挠着防风被身上的痒痒肉 防风被眼泪汪汪 却一动都不能动 小六同样笑得眼泪汪汪 让你偷摸去暗杀枪炫 让你不听话 敢不敢 还敢不敢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 也只有小六想得出来 防风被脸上已爬满泪痕 小六掏出 惺惺镜将他的囧态 全部收入囊中 看着镜中的防风被 小六哈哈大笑 说 没想到妖怪也有痒痒肉 我先溜了 你疗完伤记得喝药 这要我可是跑了好几个铺子才抓齐 熬了两个时辰 不准浪费 说完一溜压跑了出去 小六刚哈哈大笑着 跑到大门口 迎面撞上了一个结实的胸膛 你一个奴仆嘻嘻哈哈乱跑乱窜的成何体统 小六没有见过眼前的男子 低头站在一旁 听到别的仆人喊他大公子 这才惊讶地抬头打量起防风筝来 防风筝穿着一身绿病色衣袍 面容俊美 唇红齿白 那与生俱来的贵气 与霸气让人望而生畏 防风筝低头打量着 直到自己胸前的小六道 我没见过你 你是谁带来的奴仆 小六诚实回答 我是二公子的贴身小丝 防风睁眼神瞇了瞇 小六直觉的一道 锐利的视线在自己身上次来次去 防风筝往前走了两步 几乎贴着小六低着的头 二弟如此不羁的人 竟然也有了贴身小丝 你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小六没有接触过防风筝 有些拿不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将头低了又低 大公子谬赞 我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奴仆 并无特别之处 防风筝轻声一笑 根本不相信小六所言 普通 我那弟弟可不会留个普通人在身边 尤其还是贴身小丝 小六在心里咒骂 这防风筝比香柳脾气还怪 看样子防风贝平日独来独往 从未有过仆人在审判 大哥 你来了 防风贝如及时雨般出现解救了小六 他手里揣着暖炉不动声色地 站在小六和防风筝之间 将两人隔开一段距离 防风筝看出防风贝的小动作 但笑不语 道 明日小妹结婚 我这大哥再忙也要露一次脸 防风贝问道 爹呢 爹被事务拖住 要明日才能来 勉强赶得上婚宴 两人边说边往屋里走 被给防风筝特意留了一间房 此时屋内燃着扶桑木 温暖如春 两人在贵妃踏上坐了 小六垂头立在一旁 防风筝盯着小六对背说道 二弟 你这小丝连看茶都不会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让你留他在身边 小六慌忙行动起来 一一给防风筝和背道上茶 心里暗自咒骂 喝茶枪死你 防风被笑道 我塞曼惯了 小丝也是随了我的性子 大哥不要见怪 防风筝不语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道 这冬日的茶 就是不如春日的茶爽口 你看这茶色暗如泽汤 回味太轻 小六撇撇嘴 这防风筝还挺能挑刺 比香柳还难伺候 比香柳还添比起 伤色 汗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